很暖和颜色 并不是很悲哀 因为它不是黄色 并不是烂 我不能看到了 不,不完全 朱迪兹是一位儿童插画师 他画了一本 名为柏林的绘本 上面鸟儿在树上提叫 人们在街上欢笑 你为什么选择这种方式 来表达你的印象 可能我选择这种幼稚的方式 和这种方式的方式 因为我仍然是一个孩子 在我的心里 而且,是的 有这么多悲哀 和惊弱的东西 在每个人的生活 你必须不需要给孩子们 我来自西方的东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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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我的孩子是半半半 当然我们来说 所以我们来自西方的东西 我来自西方的东西 我来自西方的东西 但是这才是生活 生活就是生活 这就是柏林人 看待沧海桑田的态度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 消解着历史的厚重 他们轻松地谈论过去 淡淡地看待政治 好像没有东西 可以在他们心中激起波澜 朱迪兹的邻居格茨是一位摄影师 他平时拍摄的对象都是德国的职业政客 这一天他就要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总部 给各地的州长拍照 这些政治人物都掌握着柏林甚至德国的命运 但是当格斯端起相机对着他们按下快门的时候 可能就像医学武的拿起钢笔 在自己的笔记本上 记下房东太太刚刚说过的某一句话那样自然 你当时拍摄的镜业政策的镜业 这是宜亚亚亚亚亚亚亚 我没妻 我当时拍摄千里面 她撩到协 Beat 而 heads的会上 蓝颗亚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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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但血板不肯abul 未来 Villa 在柏林回到柏林 我現在又回到一個小的城市 這是不可行的 但是我認為 如果我們不再工作 在柏林 我們不會長在柏林 如果孩子很大 我們不再有房子 每一天都有人來 也有人去 但和很多大都市不同的是 柏林是一座在廢墟上重建的城市 戰爭曾摧毀了這座城市 90%的建築 也讓這座城市 基本沒有了所謂本地人 不過 廢墟和空曠的空間 也吸引了新一代人 人們從鄉下從國外來到柏林 在掩體裡開俱樂部 在老舊的百貨公司開畫廊 給所有新建的白牆 噴上塗鴉 他們像是極性藝術家 高呼貧窮但是性感的口號 再造柏林 記錄柏林 歌唱柏林